阿弥陀佛 刚刚不小心按到触动机关 我们再重新来一次 这里是正部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400集的播出 刚刚不小心按到了 按到了一个东西被关掉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 弄一个新的背景图 这个背景图 下雪了 冬天下雪了 再看还有哪个 哪个比较可爱 这个也蛮可爱的 圣诞节快到了 好 那节目一开始 为大家播放的是 姚池金母的圣号及星咒 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作词! 作词! 作曲! 作词!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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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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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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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成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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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 第二天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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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被災制 李宗盛 大大沙沙的一个很大的灾结 雪光国 这里的魂魄全部都是刀兵结的孤魂 通常就是那种战争的 还有这个都是孤魂野鬼 全部都是战争祸起的晕死之辈 那师尊告诉我们大家 想想看古今中外有多少的战争 多少的森林涂炭 所死的人血流成河 血流成海 古堆如山 连菩萨也哭泣 实际上有一个城的人 城市有一个城的人 全部被屠杀 有一组之人全遭灭族 你看这个中国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 那个这个照片 那个有时候你去Google去看 还是有那个非常惨的历史 对不对 有一国的人全部都遭亡国 那这个就是这些人死了 之后全部到雪光国了 这世界多少的叛乱 多少的内战 多少的外侵 多少的战争 多少的世界大战 那如何去计算这些已经死的这些众生 不要说什么 你看那个 那个最近不是非洲什么猪瘟 对不对 那个猪都被扑杀了六十万只 然后台湾有一个彰化的被扑杀 这个七千只的土鸡 还有千千万万只的那个 也是受瘟疫的动物 对不对 那还有羊探居 牛探居 那个都是一种流行的瘟疫 也是扑杀了很多的家畜 家庭家畜 好 所以在战争之中 扰让之时 国破成亡 家庭破碎 夫妇分裂 然后母子流离 滥杀无辜 奸淫妇女 幼童饥渴 狂奔挤走 悲夫 气气 然后耗子 哭母 这真是人间的地狱 最大的残忍 这些文字都在描写战争的 都对原本一个好的家庭被分散了 孩子被分散了 我记得师尊曾经写个 看一部电影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也是战争 在逃难 然后妈妈 有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上了火车 上火车之后 妈妈突然尿急了 就下去找厕所 然后妈妈一下去 这个火车 开始开了 然后就越开越快 越开越快 妈妈等上完厕所 也动作很快上来的时候 哇 这个妈妈哭死了 因为火车已经慢慢加速的在前进 孩子在车厢喊妈妈妈妈妈妈在后面喊孩子孩子 然后再追也追不到了 从此再也没办法再见到自己的亲人了 师尊看到这个那一幕非常的悲惨 都对 所以你应该很庆幸自己从小被你老爸老妈养的肥肥胖胖壮壮 还会溜脾气的 头好重壮 你有想到说战争在逃难的时候怎么样 还有我们在上一代 历经战争之苦又是怎么样 你说我们的师尊是诞生在美军轰炸台湾的那个时代 全家逃难 在嘉义的牛丑西附近有个鸡舍 那已经都是漏水了 然后苏玛就诞生 苏玛就生出了师尊 也是在逃难之中 所以那个逃难的家庭 战争让人家流离失所 真的是非常的苦 所以师尊家有多少冤死的 多少被焚烧的 多少被虐夺的 还有更可怕的是女生被欺负 被奸淫掳掠的 那师尊在神行雪光国的时候 他看到了别人的父母在逃窜 那个窜逆逃亡 看到别人的爸爸妈妈在逃亡 就把他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在逃亡一样的 看到别人的妻女太太孩子在逃亡 就这个割舍流离失所 就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孩子女儿 恩情难舍难割降 就想到别人的那种天伦被拆散了 就好像自己的家人孩子父母 夫妻被拆散一样的苦 把别人的苦看成是自己的苦一样 见到苍生魂魄流落无遗 做自己的清倦词别之想 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那个电影 你看到以前的战争电影 哇 其实都不愿意看到那一幕 对不对 现在有些电影都还会演到 但是看到这个电影不是别人 也许是这个 也不能讲说自己过去是 就是看成是别人的灾难 就像自己的灾难一样 那还是要多多念佛 希望人间那些受难的 或曾经受难的 多多念佛 回向他们 能够佛缘增长 能够早日 能够天伦相聚 能够和乐 平安喜乐 所以师尊呢 他说他愿为天下的苍生一哭 实在写 我愿人要爱惜人命 战争很无情的人杀人 但是希望人还是要爱惜人的生命 不掠夺他人的财务物 不要抢别人的东西 不要奸淫妇女 这个奸淫妇女真的是 这个身心摧碎 一般的女生都受不了了 然后不逃亡起食 露宿流落 这个愿所有的众生 家里都能够团聚 不会因为战争流离 失所逃出去外面 吃的住的都没有 然后流落在街头 参风露宿 如果你看现在 有些地方已经冬天了 然后那次呢 今年十月我去欧洲 去欧洲 一家餐馆吃完餐出来 就看到一个情景 原来是欧洲 他开放给 叙利亚 一些中东的难民进来 我看到有个妈妈 蛮年轻的 带着孩子 就坐在这个餐厅的门口 对面的一个小公园 那经过的人就投钱给他们 但是看了觉得很凄惨 这个参风露宿 你们有当过乞丐吗 住在外面吗 天气很冷 但是却坐在外面 那也没有地 这个也没有铺的东西 随便几张报纸 或者很薄的毯子 就这样子盖着休息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真的 所以不要逃亡 其时露宿流落 不焚烧民社 把人家的房子烧了 所以师尊最后讲 做一名当权者 就是做一个国王 做一个君王 或者能够呼风唤雨的 这个国家的很高的官阶的人 要下达一个命令的时候 要讲一句话的时候 要一思二思三思 要想很多次 那不为自己想 为天下的这个苍生来想 人之一生生老病死 已不可免 为何再造人或和平相处不好吗 人的一生生老病死 人本来就是会面对生老病死 那还要再造一些灾祸 所以这个是师尊的一片悲悯的心 为天下苍生一哭 所以要投票的 现在是民主时代 民主的投票 投票的人自己也要想一想看 哪些当权的人是 比较会为苍生想 那我们有学佛的 也要多多回向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能够有好的当政的人 好的领导人 那希望人民都能够很安乐 没有战争 没有痛苦 这个为天下苍生一哭 这篇文章 好 接下来看看还有谁留言的 Vong NG Yendi 印尼的 以兴学法力跟政治 连历史也要读 可是一读自己才发现 如何不读 不让错误再重复发生 有没来 郑明达一天里面屠杀三百万人 这个是哪里的 好 Yendi 郑明达看过纪录片 对不对 已经说对啊 这学期就是在上日本政治和政治 日本政府和政治 有读到历史 真的很悲惨 好 Mui Gio Gong Ellistan 上师 前景圣诞花 好美 还有五天就圣诞节到了 圣诞节就是shopping节 对 shopping 还有放假的 古早味的比较好吃 Eviting 你还没有去义美门市 你们在讨论义美门市的 古早味的 大悲咒一百遍回向 上师明确指出现世的人心的危机 只注重外表的表现 其实内在的修行才是重要的 好 那有胡高浅 谢谢你的问候哦 薛亚芳 好 这个在跟大家介绍 大银山叉叉的 叉叉的 又要吹牛哪一个 你们有没有看过 银火虫 银火虫 那个以前 我在马来西亚早期 大概在十年前 他们有带我去基隆坡 外围的一个 一个比较 比较乡下的地方 然后有红树林 然后呢 有水池 有一个河 然后那边蚊子很多 但是呢 我们跟着当地马来西亚的人 坐那个船 滑上去 滑到那个河 滑到一个地方 那个树上充满着 银火虫 星光闪闪 然后呢 越到晚上 越发光越多 然后呢 台湾 每年的夏天 也有 萤火虫的季节 我记得那时候是 去三峡一个地方 有个餐厅 那个餐厅是在 山谷的里面 然后它有 萤火虫的餐厅 为什么 因为它呢 是在户外 然后呢 它会给你这个 你点了什么餐 然后餐桌就 摆在户外 然后一边吃饭 一边欣赏 萤火虫放光 周围 萤火虫越来越多 那个是我印象中 最深刻的 看过的两个 比较规模大的 萤火虫 那师尊讲 萤火虫的大神通 为什么 萤火虫有大神通呢 师尊先 在这个文章 讲到说 它曾经到 纽西兰 澳洲 纽西兰 南半球 这个有个北岛 有个南岛 那他们呢 一个特别的景色 就是看萤火虫 那有去一个 这个黑色的洞里面 有萤火虫 师尊呢 有唱一首 儿童的歌谣 这个叫做 萤火虫 萤萤萤火虫 飞到夕 呀飞到洞 这里亮 那里亮 好像我家的小的龙 这个是我跟师尊学的歌 小小萤火虫的歌 然后呢 师尊到这个 纽西兰的黑洞 去看萤火虫呢 也是要做小的木船 滑进黑洞里面 我们呢 不可以尖叫 不可以说话 因为会影响 吵闹他们的生态 刹那之间 抬头看 哇 等着 洞的上方 聚集了千千万万的 银白的亮光 相当的震撼人心 师尊呢 感受到人生难得 寄回见 这么多的萤火虫 这么多的闪耀光明 直觉上是暗黑天幕 群星聚集 是闪耀的钻石矿 是大荧幕的小灯笼 又有点像 这个坐在飞机的窗口 往下看 哇 这个 这个万家灯火 一样非常的闪耀的 那个就是 当时师尊在纽西兰 南岛北岛的黑洞里面 看到的萤火虫的奇景 是世界奇景 话说 叉叉 他也曾经到过这里来看 萤火虫 只是叉叉看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这些萤火虫 已经在这里 等我十一万年 哈哈哈哈 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哈哈 哇 真的是 师尊听了这句话 无话可说 看到什么 就说人家等他 你知道吗 萤火虫的寿命 居然有几天呢 只能活 二十一天 结果叉叉讲 萤火虫在那里 等他十一万年 那萤火虫的太太太太主公 真真真真主妇 就代代相传 就一直讲 这个太主公 讲给主主公 再讲给小主公 再讲给什么主公 一直讲 讲到儿子 讲到孙子 讲到一大堆 可能吗 所以呢 这个萤火虫在纽西 其实懒得动内 等鬼婆十一万年 鬼婆居然是这样子 这个比那个土地公 等他五百年 圣母玛利亚 等他五百年 大象等他五百年 还有夸张 真是大精彩了 那这个世界 十一万年前 是什么东东 十一万年前 有佛法 有这个 某年某日 师尊讲说 那萤火虫 不就有大神通 十一万年前的 萤火虫 居然可以预知 他未来的子孙 某年 某月 某一日 叉叉 经过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些萤火虫 可以看到叉叉 那萤火虫的神通 不是比人类 还要更厉害吗 那那个十一万年前的 那十一万年前的 萤火虫就已经知道超度了吗 十一万年前其实还没有佛教 十一万年前没有人知道超度这两个字 十一万年前根本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而萤火虫竟然什么都知道 这不是萤火虫的大神通 那是什么呢 师尊将萤火虫只有二十一天的寿命 所以十一万年前的萤火虫祖先 交代给十一万年前的 知子孙孙 来超度他们 师尊在这里奉送 奉送 贵佛两个字 就是奇效 神经病 印尼化叫做吉拉 所以那个是叉叉的 萤火虫生通 Christine Gold 水莲 David Loews 还有黄玉珍 今天四百集的播出不简单 对呀 就是 然后三百多集才加入 珍惜 谢谢你 时间许可 就已等待 师尊文集播出 跟随师尊的心不退转 黄玉珍 谢谢 祝家前面有萤火虫 连战父 还有李云嘉 莲花素秋十二月二十号 沉默金五遍 高华金三十五遍 百姿名咒 长咒三百四十遍 水莲 正名打 你是讲那个南京大屠杀 杀了三百万人 真的是很残忍 不高潜 还有 这个Christine 跟我问候大家 已经 她脑袋就已经有问题了 连萤火虫都可以等她这么久 好 卖一杯 再下来 再跟大家介绍 这个叉叉 恐吓人家 鬼婆的恐吓 第132月 那是在1993年5月22号 我是1993年的5月8号出家 她等我出家的那一年过几天 她有一个恐吓的 在她的这个叉叉的月刊第44期 然后呢 她讲到标题叫做解杠头 解降头术的替代 也就是呢 文章的重点就是叉叉帮人家问世 来了一位长得非常不错的小姐 但是她的神情非常的奇异 动作言语非常的怪异 神情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惶恐 脸色是苍白清黑 这位小姐一直解释身上的痛苦 一直讲有个鬼无形的跟着她 然后呢 有声音 要她做这个做那个 要取走她儿子的生命 要杀她 这个是典型的精神病 又是那种被迫妄想症 那这位小姐说 她如果不听的话 身体会奇怪的撞击 有人会勒紧她的脖子 有针会刺她的心脏一样 有人会剪她的头发 拿剑来插她的头 全身从头到脚 非常的辛苦 所以这位小姐 其实是被迫妄想症的一种 也是一种灵障的干扰 那鬼婆呢 怎么处理呢 她说 你要贵依我 然后带她来的 那个女生就讲 那我第一天 她来见真佛中的上师 才第一天 慢一点啊 你这个才来见真佛中的上师 就要她皈依 会不会太快了 鬼婆就讲 如果你皈依我 那我就试着救你一命 不然你不出两个月 也许要上我们礼拜二的超度名单 不皈依叉叉就要超度 这个是一种很大的恐吓 带她来的女生很紧张 就跟她讲 不要那么快 不要那么快 结果叉叉呢 居然对那个带她来的那个女士讲 你也毫不了哪里去 这又是第二个恐吓 师尊评论如下 对着精神病患的小姐讲 两个月会死 这个列入超度名单 还有呢 带着 对着带她来的女士也讲 你也毫不到哪里去 这两句话都是恐吓 所以叉叉呢 已经犯了恐吓别人的习惯 师尊呢 在问世的当中 如果 这个人真的很难救 师尊呢 有时候会讲 你去庙里求一求 摇尺金母看看 对不对 或者多多念经 对不对 她绝对不会恐吓人家一定会死 因为这个会造成人心的恐慌 会造成人的不安 不如讲一些方法鼓励她会比较好 为什么要讲出那种恐吓人家的话 对不对 哇 所以呢 这个师尊再举一个例子 叉叉曾经跟我们的土登西地小活佛讲 2016年6月你有大事情发生 师尊就这个小活佛的家人很担心 当然来请教师尊 师尊说这个是恐吓 不用理会 后来呢 果然没有事情 所以2016年6月过去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切都很正常 那么呢 叉叉又恐吓师尊 跟别的人 跟别的同门讲师尊什么时候死的 他说这个卢师尊只能活到73岁 在那一年一定死 啊 叉叉 那个你看 哪有弟子徒弟去诅咒自己的师父 结果师尊呢 是超过了73岁 今年74岁 很快二月份过年了 要过74岁的过年 所以叉叉不是堵雷咪 这样讲话 所以这个 叉叉澄清对很多同门说 他会去几岁会死 结果都没有死 所以奉劝贵婆 你算得很不准别再瞎搞无关 不要再恐吓别人了 这个是第二篇的 大阴山的故事 所以如果人家跟你讲恐吓的话 你真的很害怕 麻烦你写信到回信中心 来跟师尊禀告 不要随便 人家讲一句话就怕 就害怕 就以为是这个样子的 好 甘风力 你们可以不用理他 不然准备变本加利 全内 问题他不恐吓的话 人家不会把钱拿出来 甘风力说 那只英火虫可怜 很多年仍然为脱离重生 叉叉还真会骗 薛亚方 或者比较少看师尊的书 总会觉得说 反正跟那个有神通的弘法人员 听他讲 然后呢 比较跟他距离比较近 能够问世的 就以为自己已经比较占到便宜了 比较方便了 因为师尊太远了 又要到飞到西雅图 又很难见到 然后又要问世 又要排队 比较难见到 那找那个有神通的比较快 结果呢 其实是吃亏上蛋 所以千万 千万要注意 自从师尊写了这个书 我发现也很多同伴也是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的 也有人在回报 跟我回报说 现在有谁还在骗的 我们都有收到这个讯息 反正众生的眼睛是雪亮的 一定要注意 看看还有谁呢 上师好 黄玉轩上师好 请问普门品跟大悲咒 回向要怎么做 普门品是 讲念观世音菩萨 圣号 有什么功德 大悲咒呢 是这个 等于密教的咒 他一念了 有九十九亿 千加沙的如来 会护持念咒的人 都是这个 观世音菩萨的力量 还有佛菩萨的力量 回向都是可以的 愿同念佛者同生 极乐果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借我了生死 如佛独于切 总是回向自度度他 请佛注视都可以 以心 以心说什么 不用理他 不然准备变本加利益 还有谁 干风力 为了钱 甘愿犯下欺失的这个戒 大忘以戒 真的不怕报应 可怜的无名贪嗔之 哇 陈基才师兄你好 明天要到你们餐厅了 温厚你们 请问你们的餐厅 过年哪几天有开 最近正在找过年的餐厅 Christine Go 莲花顺叶持了一万八千五百六十八遍的 四人心咒十五遍真佛经 九遍刚王经 六十三遍常咒 尊认咒 三部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三百日四遍请佛注视常咒 二百一十六遍常咒百字明咒 六遍的大悲咒 哇 功课好多 好 大家们 晚安 拜拜 哇 时间又过得很快 还有五分钟就 还有五分钟就 四十一点了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师尊一起唱 南无阿弥陀佛 打开这个 好 在这里了 愿露 优优独播 。 好 庄 เค 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读书会 好像今天的人比昨天多了一些 还有一些是第一次来或者很久没来的 通通欢迎 欢迎大家参加现场的 如果看重播的我都很高兴 今天介绍了四篇文章 讲到成王妙 成王阿 只要你是行善的 修正念的 虽然你看不到 可是神明都在背后保佑你的 为天下的众生一哭 修行的还是永远的悲悯众生的心 还有叉叉讲到 萤火虫的大神通 还有讲到威胁恐吓人家 这个都是在耗鸣耗力的 妄言讲神通的人 人家如果讲这些类似的话 你觉得有疑惑 赶快来信到中委会来求证 谢谢师尊给我们这么好的证念 给师尊祝咪 明天晚上礼拜五 礼拜六我们会暂停 因为是在台湾的大师 那明天礼拜五晚上 十点到十点三十分开支 联生活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在会议上社的脸书 中国天空新闻台的脸书 还有一些社团同时播出 谢谢大家 欢迎按赞转天分享 拜拜 拜拜